對自己呢真的是漫威就是非常忠實的粉絲這樣子 然後也非常喜愛鋼鐵人 然後復仇者聯盟系列的每一位角色這樣子 然後今天呢能夠碩要來這邊 除了因為才剛剛從杭州趕過來下飛機 然後馬上來我最喜歡的漫威特展 然後覺得非常榮幸然後非常開心 還可以跟一些喜歡漫威的小夥伴們 就是頒獎給他們我也覺得非常榮幸 所以我最想得到哪個超人的能力 最想得到哪個超人的能力 各位觀眾朋友 超人 沒有啦美國隊長 因為胸肌很大有沒有 沒有其實每個角色我都很喜歡這樣子 然後因為自己本身 不要說什麼得到超人的能力啦 因為自己本身也很喜歡cosplay 所以就是都想要就是感受一下他們 就是覺得自己穿上他們的衣服就好像有神力 然後沈浸在漫威的漫畫電影裡面這樣子 剛剛提到美國隊長的胸肌很大 覺得自己的胸肌跟他比起來 胸肌呢 對他是略勝一籌 但腐肌呢我只能說 各有各的美 等一下你想摸摸看是不是 男女受受不清 家裡是有蠻多這種收藏的 家裡真的還挺多的 然後現在已經多到 已經準備幫他們再買個家了 因為就是因為喜歡 然後所以會不斷的收藏 那其實自己也有一個心願是可以 自己也有一天然後真的收集到非常多的漫威的系列 然後自己也開一個漫威特展這樣 所以還有哪一個東西沒有得到手嗎 哇賽 剛剛逛了一圈發現還有蠻多東西沒有得到手 但是就是自己 除了工作之餘 當然這是自己的興趣喜好啦 就是慢慢收藏 然後也會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這樣 那最近在忙什麼可以分享這樣 最近當然是除了就是如火如荼宣傳我的超級大英雄 就是每週日晚間10點鐘中視 然後還有中天頻道的超級大英雄之外呢 那當然最近呢其實剛跟陳曉春大哥 去從韓國濟州島拍完一部叫做梅計畫的電影 那最近也參加了中國的內地的兩檔真人秀 所以挺忙碌的 當然也是有比較少時間出現在台灣 然後也會說希望說 只要有機會就趕快跟台灣的觀眾朋友們 然後多多見面這樣子 那在韓國拍戲有得到什麼不一樣的東西嗎 這隻嗎 這隻嗎 在韓國呢其實當然就是享受一下韓國的烤肉啊 那濟州島其實是一個度蜜月的旅遊勝地 那當然看到很多新婚夫妻其實也是蠻憧憬的 那又感受一下囉 就是看看美景 然後拍拍電影 邊工作邊旅遊的感覺挺好的 剛剛講到這個蜜月勝地 所以自己是有想婚的念頭嗎 最近睡眠不足有點想婚了 啊不是不是 想婚了嗎 但我自己本身有點工作狂啦 所以婚姻這回事呢 對對對 還跟無尊大哥多多學習 沒有啦就是我覺得結婚這個東西還有包括 應該是緣分啦 可遇不可求嘛 但也是會期待這個到來的啦 嗯 那我也是不建議先跟小勞勃道你 來一張合影嘛 呵呵呵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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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